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1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卫生部已批准使用温哥华公司 Apsalera Biologics开发的新冠抗体药物 帮助治疗轻度至中度的新冠感染病例 这是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的首款新冠治疗药物 据National Post报道 上周五 Apsalera宣布与美国里莱制药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生产和分销BOM-Lanivum这种药物 同时Apsalera也计划趁此机会在纳斯达克上市 Apsalera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Kyle Hansen 在一份声明中说 加拿大卫生部已批准使用BOM-Lanivum来治疗 12岁以上有轻度和中度患有新冠症状的患者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已经于11月9日给予BOM-Lanivum紧急使用授权 里莱公司预计在年底之前生产100万剂 并且已经与美国政府达成了提供30万剂的协议 里莱公司从这些销售中获得的收益 Apsalera将按百分比提成 前UBC教授Apsalera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Kyle Hansen说 作为加拿大公司 我们为在全球对抗新冠病毒的斗争中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 并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在面对医疗紧急情况时 帮助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人们 Kyle Hansen在Apsalera私人公司中占26%的股份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Apsalera有望在公开上市后 身价达到数十亿元 里莱公司与Apsalera公司 在800名患者使用该药物的试验中得到了 或者身上病毒量减少 症状减轻和住院率降低的结果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一如既往 与遭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工商业并且同在 为他们提供扶持 从星期一开始 符合资格条件的企业 可以申请新的加拿大紧急租金补贴 CLS和新的丰门扶持 高与新冠疫情大流行 而导致收入下降的加拿大企业 非引力组织或慈善机构 可有资格获得补贴 以支付其部分商业租金或财产费用 试用期是2020年9月27日至2021年6月 这项补贴将直接向符合资格条件的 商业租户和地产业主提供付款 而无需要求房东参与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基本补贴 并且您的营业地点 受到当地公共卫生指令的严重影响 达一周或更长时间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丰门扶持 2020年岁末 全世界盼望已久的新冠肺炎疫苗 总算就要问世了 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 美国新冠疫苗神速行动计划 负责人施劳威表示 美国的首批疫苗接种日期可能是12月11日或12日 11月20日 美国辉瑞药厂与合作伙伴 德国厂商BioNTech联合宣布 将立即向美国政府申请新冠病毒疫苗紧急授权 据报道 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一个咨询委员会 将在12月8日至9日开会 讨论是否批准使用辉瑞和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 两家公司都宣称 其研发疫苗对新冠肺炎的预防效果至少达到95% 施劳威说 目前计划在FDA核准后的24小时内将疫苗运抵各州 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他预期疫苗会在核准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12月11日或12日开始接种 施劳威还表示 他相信到了明年5月份左右 美国人的生活就可以恢复正常 施劳威称 专家表示 当大约70%左右的人口实现免疫时 全美就能实现真正的群体免疫 施劳威还强调 疫苗的有效性高达95% 这几乎是对这场疫情的全面保障 他希望那些担心接种疫苗后 会出现后遗症的人们能够安心接种 施劳威说 疫苗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安全的 我们知道它在短时间内是安全的 我们甚至预测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 它也是安全的 按照计划 今年12月 2000多万美国人将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之后的几个月里 每个月3000多万人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施劳威表示 按照这样的进度 到明年5月 全美将有7成左右人接种新冠疫苗 群体免疫达到了 人们也将恢复正常生活 美国药厂莫德纳行政总裁邦塞尔在接受德国周日世界报采访时表示 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面向各国政府的定价 将为每季25美元至37美元 他说 我们的疫苗和每针10美元至50美元的流感疫苗价格相似 邦塞尔称 公司接近与欧盟委员会达成协议 准备好合同可能只是数天之内的事 11月16日 莫德纳宣布 由该公司研发的新冠肺炎三期试验疫苗 MRNA-1273有效性为94.5% 莫德纳疫苗可以在冰箱温度2-8摄氏度的温度下保持稳定 长达30天 在零下20度下可以储存长达6个月 莫德纳表示 该公司有信心在12月拿到美国紧急使用授权 该公司还表示 有望于2021年在全球生产5亿至11剂的新冠疫苗 加拿大分别订购了56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和2000万剂的辉瑞疫苗 日前联邦首席卫生官谭勇士在记者会上发声 他谨慎乐观地预测 疫苗最早可以在2021年3月上市 并开始在加拿大投入使用 加拿大副首席公共卫生官尼奥表示 到明年年底 大多数国民应该都已接种了新冠疫苗 据CTV报道 加拿大国家免疫顾问委员会NACI 已经向政府提出了有关 优先接种新冠疫苗人群的建议 这四类人将优先接种 一 因新冠病毒导致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高风险人群 其中包括老年人和其他有待确定的人群 二 最有可能将病毒传播给那些 因感染新冠而患重病和死亡的高危人群 以及从事基本工作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 包括第一线工作人员诸如医护工作者 个人护理员以及从事老人护理的人员 三 为维持社会运作所需的其他基本服务人员 包括警察 消防员和超市工作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 四 生活或条件使他们面临更高感染风险的地方 其感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人 其中包括原住民社区 那些生活或工作在难以保持身体距离的人 以及难以获得医疗服务的人 其实 全球很多研究机构都有消息显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正在不断增强 甚至有段子调侃它属于智商160的高级病毒 各种钻营攻击人体 现阶段来看 疫苗依旧是阻击它的最重要的手段 让我们共同期待有效的疫苗能够早日到来 正常生活能够早日恢复吧 这是在加拿大阿省一间医院被记录下来的一幕情景 这样的对话基本上每个星期就有一次 通常是这样开始的 Dr. Simon Demers-Marsall 首先确定在电话那一头的人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至少不是正在开车 然后他尽可能尊重地说出这个坏消息 这是噩耗 没有好的方式 这位医生说 通常我们只是说有个坏消息 然后告诉对方 患者去世了 往常这样的对话是很私人的 不过在上周五 有成千上万名阿省省民听到了这位医生的对话 那一天 阿省的新冠死亡人数上升至462人 此后数字又上升至471 这些人中其中一位是 Demers-Marsall医生的ICU病房患者 当他给患者的家属打电话时 有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拍下照片 并上传到社交媒体 照片中Demers-Marsall双膝跪地 一只手拖着头 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放在耳边 在事后接受CTV采访时说 我不是搞艺术的 但我还是被照片中所传达的情绪出动了 从第三人的视觉来看 忘记照片中的那个人是我 对他而言 这样的对话并不陌生 作为医生 他们都接受过培训 要如何告诉某人 他们的至亲去世的消息 但是新冠疫情改变了很多事 现在这样的对话 常常只能在电话中去说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 家属被允许进入医院 而他们的悲伤 以及医护人员的悲伤情绪 通通被掩盖在了口罩下面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患者独自一个人迷失 Demers-Marsall医生说 照顾这些患者 分享他们的最后时刻 既有压力也是责任 他很感激 有人能够体会 医护人员日常感受的这些情绪 他说 疫情发展了几个月 每个人都承受着压力 希望大家都懂 疫情对大家都有影响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 最近连上海也紧张起来了 上海新增两页本地确诊病例 综合上海发布 《健康时报》的消息 截至11月22日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共关联新冠确诊7例 来自上海市卫健部门的消息称 11月22日上午 浦东新区卫健委 在对此前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排查中 发现两例新冠可疑病例 22日下午 京市区疾控中心 对上述两人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阳性 京市级专家会诊 综合临床 影像学表现 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 均被诊断为新冠确诊病例 目前已初步排查到 上述两名病例密切接触者52人 正在落实集中隔离和采样检测 上海市区相关部门立即行动 已组成联合流调专家队伍 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进一步追踪排查相关人员 对相关人员和环境 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 截至11月22日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共关联新冠确诊病例7例 11月22日晚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组织 所有相关人员 进行集体核酸检测 各货运站及货运区域 所有人员年夜参与 专业检测人员 在浦东机场P4长石停车场两层 设置了临时检测区域 11月22日 张文宏医生发文 对疫情做出最新判断 他表示 对于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对于未来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张文宏称 冬季来临 全国多地发生散发疫情 引发全国对于冬季爆发疫情的恐惧 并且对各地抗疫策略的差异性 也都有热议 他表示 中国各地对于疫情的防控 都非常到位 从防控效果来看 目前的疫情都在可控范围 并未有连续新的社区二代病例发生 当前全球疫情防控进入深水区 疫情失控风险 与疫苗协助疫情控制的希望并存 未来防疫挑战的兼具 和长期性可能会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 张文宏还特别提到 广大民众是防疫部队的亲密战友 通过遵从口罩洗手 保持距离三原则 就可以阻止病毒扩散 减缓传播速度 防疫部队筛查追踪如果更快一些 未来还有即将加入战斗的新冠疫苗 我们没有理由控制不住这段冬季的疫情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